為了360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希望你這幾天都有看氣象播報 為什麼呢 因為入冬最強的冷空氣 禮拜六的時候報導 北東又濕又冷 那週日會轉為乾冷的天氣 低溫下看11度 週日也要留意可能有一些境外的汙染 我們看一下整個環境的變化 事實上整個環境的變化 事實上相當的大 整個中國的東岸 北方的冷高壓明顯南下 大概有十幾個省都已經下雪了 下雪了 這個水氣沒有很多 都是屬於薄薄的一層的雪 代表是冬天今年入冬以來 亞洲最強的一波降溫 什麼時候冷空氣到台灣 目前來看的話 預計是禮拜六的上午 另外這個起的颱風 持續的經過菲律賓 預計下週會進入南台 這個對台灣沒有什麼直接影響 也不會有什麼共辦的效應 各位不用太擔心 但是冷空氣下來附近有一些水氣 北東淫風面還是偶正雨的 未來這邊還是有一些擾動 有可能還會發展成為颱風 各位不用太驚恐 因為12月有颱風都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比較不會來台灣 這波冷空氣 事實上降溫在禮拜六禮拜天 降溫特別厲害 你看上海都可能會跌破零度 北京首爾更不用說的 日本這邊東京因為它等於是一個 所謂凹字型 這邊反而有點偏南風 所以東京島深溫度沒有降那麼多 你看北海道都零度以下了 所以其實這一波的降溫 在整個東亞很明顯 台灣來說的話 台北其實也可以降到 12、3度左右的溫度 這是真的很冷 目前來看的話南部也很冷 另外這個未來的情況 恐怕一直到盛代節前 都是這麼冷的天氣 當然有不一樣幾波的回波 那空氣污染上呢 事實上這個時候 禮拜六禮拜天 很容易有些境外污染物移進來 特別是禮拜天的時候 請大家注意一下 可能有一些境外污染物 會跟著移入進來 這個是要特別小心的 那禮拜六呢 其實各地呢 北部 中部以北容易有一些 比較變得濕冷 有陣雨 那禮拜天禮拜一呢 可能會稍微轉乾一點點 淫風面的陣雨的形態 中南部比較不容易下雨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但是會比較偏乾冷 那禮拜五晚上呢 各地的天氣大概都是多雲到晴 北部呢 開始偶有一些 淫風面偶有一些陣雨 溫度上呢 基本上還是蠻舒適的 這個是近期最溫暖的一個晚上 下禮拜就不是這樣了 東半部呢 偶有一些短暗性的陣雨 那預計呢 禮拜六白天呢 的溫度大致上 就是一個降溫的過程 越晚越冷 各位可以看 北部就容易轉為有雨的天氣 南部呢 要注意一下空氣品質 南部呢 這個溫度下降的時間會比北部 大概慢個半天左右 那東半部呢 也是一樣 跟北部一樣是偏濕冷的 那未來這幾天呢 大概是禮拜六 就是一個降溫的過程 禮拜天要注意低溫 十二十三 空光地球可能拉到十一度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稍微回溫 但是你看都是冷的 十三到十六度 呃 禮拜周日周一呢 是比較偏乾冷 之後會有一點濕冷的味道 那預計呢 南部呢都是不大會下雨的 但是呢 這個 要留意這個 有時候這個多雲道晴 清晨的時候 特別在嘉義啊 雲林啊 到台中 要注意一下 可能有一些輻射冷卻的效應 要稍微會出現 這個時候就要注意了 他雖然說看起來十五十六度還好 可是這些有些地方 輻射冷卻的低溫 可能會低於這個數字 這個對南部的朋友 算是冷了 請大家還是要提高警覺 務必呢 呃在晚上的時候呢 或是睡覺前 盡量把這個室內的溫度 拉到二十度 對年長者會比較舒服 請大家多注意了 這個溫度呢 是很容易生病感冒的天氣 請大家提高警覺 以上是今天的威樂360 我們明天見